千万别小瞧眼前这个人畜无害的小萝莉 她可是浑穿古代的满籍绿茶 如今更是大陵皇朝最受宠的小公主 按理说以她如今地位 宫中应该在无人赶河期作对 可就在今日 她的母妃却被同为绿茶的梅妃设计陷害 不仅身中风毒 还因落水感染伤寒卧床不起 俗话说龙有逆龄处置必亡 小鹿自然也不可能就此作罢 不过当下母妃病重 她只能暂缓复仇先照顾好母妃萧兰 她深知灵弊的恩宠都是给自己的 而萧兰只要一日不受宠信 就永远会有人上门欺辱 所以只有自己待在明月宫 才能保证这一宫之人的安全 下定决心后 小鹿便吩咐青烟先去给戏贵妃通报一声 说明下这段时间自己暂时不能去找她练舞了 不料还没等青烟出发 又一名宫女就急匆匆跑进屋 禀报戏贵妃已经在大殿等候 小鹿虽然疑惑 但还是快步赶往大殿给戏贵妃行了个礼 还想解释下自己下午没去练舞的原因 可戏贵妃却率先开口表示自己已经知晓了 这次过来就是带些补品给萧兰补身子了 说罢又伸手宠溺摸了摸小鹿脑袋 有什么事别怕 本宫给你撑着呢 突来的暖心话语令小鹿悲感温馨 本以为戏贵妃是来问罪的 没想到竟是来关心自己的 一番安慰后 戏贵妃也不久留就要启程回宫了 而小鹿盯着她的背影却久久不能回神 呜呜 小鹿的心思 也都纷纷往明月宫送东西 林帝得知小鹿一个人弑母床前 心疼不已 下旨按照贵人的位份重拨了一批工人过去伺候 好东西也一样接着一样的往明月宫赏 一时间宫里的妃嫔们极度连连 都在说萧兰因祸得福 而另一边的梅妃听到后就气急大坏了 在自己宫中大骂连连 诅咒萧兰没这个命想服 一旁的婢女建筑子气急 赶忙出身安慰 并表示已经安排人混进明月宫了 今后掌握了明月宫的一举一动 何愁不能将之玩弄鼓掌之间 梅妃文言瞬间变脸 你说得对 本宫等着收拾他们 夜晚明月宫 就请前小鹿还不忘叮嘱青年 要多留一下刚来的宫里 一些贴身的事情暂时先不要交给他们 虽然这种可能性不高 但以前看的宫斗剧都是这样写的 警惕些总是好的 叮嘱完这件事后 小鹿也准备休息了 这些日子可算把他累坏了 可就在这时他忽然又听到了一阵敲窗声 不过当他打开窗子后 外面却是一片寂静 明月烦心高照 小鹿也大致猜出了来人身份 殿下 我看见你了 出来吧 然而回应他的依旧是静谧无声 好在小鹿很会 果断搂着身子是一毫搂他 话音刚落 一道黑影便从屋檐月下 瞧见小鹿的皎洁笑脸 宋金兰只能一脸无奈问候一声 小鹿双手撑着下巴笑呵呵盯着他 殿下半夜不睡觉在宫里乱跑 不怕被侍卫抓到吗 又是一番打情骂俏后 小鹿终于进入主题 晃了晃手中石子 殿下又有什么情报要送给我吗 宋金兰也不意外 叮嘱他要小心今日新来 那个眉心待至的宫女 为了不让小鹿察觉到 自己在宫中的安排 他还用极为撇角的眼睛 说是自己亲眼看到 他与眉飞宫中来往的 小鹿也不揭穿他 一番感谢后 就直勾勾盯着小漂亮不说话 直接把小漂亮看害羞了 赶忙提醒小鹿去睡觉 自己先回去了 小鹿甜笑应下 互到晚安目送其离去 待小漂亮即将消失在眼前时 他又忽然将其喊住 殿下 你今天这样穿 真的好帅呀 母妃被害险些毁容 绿茶妃子竟还敢派人到宫中当奸戏 那可就别怪小鹿反江义军了 自从萧兰卧床后 小鹿便一直留在明月宫悉心照料母妃 好在经过了几日的调养 萧兰总算是基本恢复了 如今已能够正常下床活动 自始至终小鹿都没再出过门 闲暇之余就陪着母妃与哥哥玩耍 当然期间他也一直在观察 小漂亮所说的那位宫女 这位叫语音的宫女表面 看着一副老实忠厚的模样 眼神却总是偷偷朝屋内偷瞄 自己等人吃了什么做了什么 说了什么话 似乎都是他的监视内容 可奇怪的是 除了这些他却并没做什么其他动作 正当他沉思时 一生小鹿妹妹忽然打断了他的思绪 抬头望去正是许久未见的林景渊来了 小鹿瞬间化身甜妹 一口一个景渊哥哥小跑步去 原来是最近内务府心引进了许多奇花异草 林景渊这次来就是想带小鹿去赏花散心的 不过由于小鹿担心自己走后 萧兰会再出意外 一时半会倒是不知该不该答应了 萧兰自然知晓女儿的心思 当下便示意小鹿也该出门活动活动了 别闷出病癌 想了想这几日林景渊大包小包 啥的都往明月恭送 现在她特意来找自己 总不好扫了人家的兴致 于是小鹿便乖巧答应了下来 片刻后 兄妹二人已经置身于内务府庭院的奇花异草中 林景渊很会来世 小鹿妹妹若是有喜欢的 我立马叫人给你搬回明月恭去 小鹿本还想婉拒下 可下一秒她的注意力就被远处吸引去了 那是一盆置于角落的普通花朵 不知道在仙女们内这种花叫什么名字 但小鹿对她却是在熟悉不过了 上辈子还小的时候 在乡下姥姥家随处可见这种大白花 当时姥姥说有毒不能碰 她偏偏不幸携摘了一株 还把汁水留了一手 结果第二天手掌就开始红肿过敏起了水泡 后来虽然治好了 但手背上依旧留了疤痕 还是从网上查了才知道这玩意叫巨型猪草 皮肤接触到她的枝叶后要是被太阳晒到 就会出水泡 见妹妹这么入神 林景渊还以为她是看上这株花了 差点就要令人把花斑明月恭去 小鹿回过神果断拒绝 心中吐槽谁要养这玩意啊 不过下一秒她却是灵机一动 瞬间改口表示很喜欢 谢谢景渊哥哥 明知眼前这株大白花有剧毒 小鹿为何还要往家里搬 那当然是为了对付绿茶用的了 令人将巨型猪草搬回明月恭后 小鹿立马便将青烟松雨叫到了身前 还特意拿着把剪刀小心修剪起来 之后又吩咐他们日后要好生照看这几株花 不过千万别碰到她 她的枝叶可是很珍贵的 当然这些举动和对话都被不远处的语音全部听了去 小鹿还特意卖关子让他们要保密 片刻后她又交代二人去取一碗热水进屋 果不其然 雨音没能忍住诱惑也偷摸跟了进来 只见小鹿此时正拿着小碗 一边在萧兰脸上抹着什么东西 这一举动在雨音看来 就是捣碎刚刚那株花给萧兰敷脸 难道这对皮肤有什么好处吗 七日后 当雨音再次被安排侍奉萧兰时 她更加肯定了自己的猜想 此时萧兰脸上被密封折出的红印 竟然全部消失了 甚至皮肤都变得比之前水嫩白皙了许多 像是能掐出水来 走出大门 她立马露出一脸得意之色 难怪那天五公主说这枝叶宝贵 没想到敷在脸上竟然对皮肤有这样的好处 必须尽快将这个消息告诉梅飞娘娘 另一边 小鹿同样一脸笑意等待着什么 今天就是她特意安排雨音去服侍萧兰的 而松宇经过这段时间的观察 也发现了这巨型猪草的奇怪之处 总觉得这花捣碎后有骨子黄瓜的味道 可是这花的味道又不一样 小鹿笑而不语 之前捣碎的本来就是黄瓜 能不像黄瓜味吗 我可是每天早早就把黄瓜藏在萧兰房间了 捡了猪草拿进去后 其实捣的都是黄瓜 当然 这一切除了萧兰自己 其他人一直都以为她真的是在用巨型猪草敷脸 回过神后 小鹿左顾右盼一番 灵之顾问问了嘴语音去哪了 松宇如实答复 表示她不小心丢了半副耳环 说是要出去找找 小鹿皎洁一笑 这样啊 我记得梅飞的生辰 也是在这两天吧 真期待啊 我都有些等不及了呢 小鹿这次可算是放大招了 为了教训梅飞 她特意用巨型猪草演了一出好戏 成功让奸细宫女语音上当 误以为猪草真的能美容养颜 并打算将这个宝贵消息禀报上去 画面一转 梅飞听闻此事后不禁陷入了沉思 疑惑小鹿是如何知道这么多奇怪方子的 又如何会这么轻易让女语音知道这个秘密呢 还得是贴身宫女神助宫 女币听闻五公主最近跟一位新晋太医走得很近 那太医祖辈都是香眼郎中 兴许是她给的方子 梅飞沉饮片刻 眼神微动 抬手吩咐另一名宫女去取一节猪草 捣碎了敷脸上事实要性 而这名可怜的宫女自然是只能照做 一刻钟后 梅飞将宫女宣到身前又仔细打量盘问了一番 得到的结论是没有任何不适 但也没见皮肤变得白呢 不过按照语音的说法 萧兰是早晚个一次足足用了七日才见成效的 所以眼下没什么效果也算正常 当然他们不知道的是 皮肤接触到巨型猪草之夜后 会导致日照性疲炎 只有结合阳光才会出现水泡和灼痛感 原本梅飞是想着明天继续看看效果再做决定 可以想到最近都没被林帝翻过牌子 他又纠结了起来 后日便是我的生辰了 按照往年习惯 陛下是会过来陪我 可不能用这张憔悴的脸对着陛下 来人啊 去取一大段之夜捣碎了给本公敷脸 哼哼 语音说林飞路内亚投射不得用 每次只取一小结 那我多用一些 见效岂不是会快一些 等后日陛下来时 务必要让他被我的美貌惊艳 两日后遇花园 和梅飞所料一样 林帝今天真的来找他了 这难得机会他自然是使劲撒娇 使劲了浑身解数 逗得林帝一路哈哈大笑 自以为得逞的梅飞心情大好 还给林帝表演了一首绿茶追蝴蝶 而林帝也确实是这一套 这么久过去 梅飞的脚臭肯定已经治好了 许久没翻他牌子了 不如就今晚 下一秒 林帝瞳孔猛然收缩 盯着梅飞的方向 接接巴巴说不出一句话来 甚至还不自觉流出了冷汗 不明所以的梅飞还以为他在换自己 怎料一靠近林帝立马就吓得连连后退 直到听闻宫女的惊呼 他才意识到自己脸上出问题 抬手一抿 只听一道撕心裂肺的惊呼声响彻天际 林帝一脸吃饼 当即令人送梅飞回去 自己则大秀一挥赶忙起家溜回样新店了 太恐怖了 朕半眼都不想再看见那张 可脸上的红疙瘩却丝毫不见消退 太医们仔细研究了巨型猪草 也指得出这花有毒的结论 没过多久 梅飞用毒花腹脸导致毁容仪式便在宫里传开了 林帝得知后也是震惊不已 自那之后梅飞将自己足足在房内关了十日 脸上的红疙瘩终于渐渐消退 可却依旧留下了可怖的紫色疤痕 不管抹几层粉底都盖不住这些疤痕 这对于一个女人来说无疑彼死还痛苦 何况她身处在勾心斗角的皇宫中 如此一来等于是断送了所有希望 气急败坏的她当即吃问人绑回来没有 胆敢欺骗本宫 本宫定要她不得好死 画面一转 小鹿正在银双殿大门前疯狂敲门 开门 快开门了 小四刚开门 她就搜得一下窜进了院内 梅飞娘娘 快把我的宫女还给我 语音啊 快把语音还给我 小鹿边跑边喊 神经略显紧张 空气中还能闻到淡淡的血腥味 看来语音已经被梅飞给处理了 不一会一群宫女侍卫就围了上来 阴阳怪气表示 五公主所说之人并不在我们宫中 许是您找错了吧 不可能 我亲眼看见她被你们的人带走的 与此同时 梅飞的声音也传入耳中 五公主这是在做什么 真当本宫的银双殿是什么地方 随你胡闹 小鹿眼角带了一副老实芭蕉的模样 娘娘 你为什么要抓走语音 她是父皇赏给我的宫女 你把她还给我吧 梅飞面纱下的面容略带冷色 本宫不知道你说的是谁 她也不在本宫这里 这个小贱人 设计害我 还敢跑来我宫里撒泼 真恨不得亲手掐了她 小鹿伸手指着旁边的侍卫 我都看见了 是他们把语音带走了 你看错了 本宫需要静养 西乡送客 梅飞转身就走 不想多理会小鹿 可小鹿却是一把抱住了她的裙摆 呼唆让其把人交出来 你为什么要抓走我的宫女 你这个坏女人 至此梅飞彻底暴怒 当即就一脚将小鹿踹翻在地 就在这时又一道抱和声响起 只见灵帝竟不知何时出现在了此处 剑木威咒 显然是怒了 绿茶妃子终于要下线了 前脚被小鹿设计导致毁容 如今还当着灵帝的面将小鹿踹翻一地 这次可算是要玩玩乱 看着灵帝内剑木威咒的暴怒模样 梅飞当场毛发结束 不解灵帝为何会来此处 很显然 这一切都是小鹿精心策划的 他之所以赶独自来银双殿 自然是有所准备 早在出发前便让青烟去禀报灵帝 而灵帝赶到的时间也很准时 这时候小鹿再委屈巴巴地扑速一同 瞬间便扩大了灵帝的内疚之情 当即立声质问梅飞宫女在哪 让她马上交出来 不过梅飞心理素质还算强 对于语音知识依旧拒不承认 可灵帝岂是好糊弄之人 当即令人彻查银双殿 活要见人死要见识 此刻的梅飞可谓万念俱灰 贪作于帝已然只想了自己的结局 出于对女儿的关心 灵帝便先让青烟将小鹿带回去了 不想让她看到阿渣场景 故意会公布 侍卫便回来禀报在枯井中发现了宫女的尸体 并且背部和腿脚都已被打烂 应是障蔽后投入井中的 梅飞闻言还想抢救一下 一把上前抓住灵帝裤脚大呼冤枉 不料却被一脚给踹翻了 这院子里的血迹都还没清理 你真当正是瞎子不成 网阵一向认为你温婉良善 梅成祥你居然如此歹怒 来人 传阵旨意 梅飞得不配位 即日起剥夺飞位 禁足三月好好反省 不多久 灵帝下旨处罚梅飞一事便迅速传遍后宫 之前与之亲近的飞瓶们 这回都开始明哲保身远离了她 之前身为同盟的贵妃听闻后也是烦恼至极 一言不发地正在思考了什么 一时间 向来最热闹的银双电力马冷落了下来 主殿内 梅飞正在向身旁的神秘人怒述心中不甘 此人正是乔装后偷摸潜入的惠妃 此刻她也很无语 只能叹息安慰着名义上的好姐妹 梅飞紧紧握住她的手 像是抓住救命稻草一般 哭诉自己这次事彻底晚晚了 随即又恶狠狠地表示 自己就算死也要拉上萧兰和那个五公主 绝不能让他们好 听着她的疯言疯语 惠妃不禁冒出大把冷汗 这女人若是真起眼了 不会把我也拉下地狱吧 当年为了扶持她上位 我可是暗中相助帮她给萧兰下药 害其早产失宠的 这些年我们绑在一条船上 我有女儿她有美貌 各持所需互帮互助 才能在这把花豆艳的后宫屹立不到 如今她倒台 若是狗急跳墙把以前的种种抖出来 连我也会被拖下水 想着想着惠妃默默将手收了回来 再次假笑安慰了梅萍一番 表示自己永远会与妹妹共进退 说完这些没营养的话 她便匆匆起身准备回去了 随着关门声响起 梅萍脸上的笑意瞬间消失 转为一副冷落寒霜的模样 西乡啊 惠妃这时要断臂自保了 以后只能靠我们自己了 摇滑宫门前摸黑返回的惠妃 还不忘询问婢女方才有没被人发现 得知无事后她才开门入店 不料一进门就与自己的宝贝女儿 撞了个正证 她当想解释自己只是出门透透气 可林念之却当即大呼骗 母妃分明是去找梅萍了 母妃为何还要与那蛇仙女人来往 她本就不是好人 还教唆母妃跟着干一些不止的坏事 如今落的这般田地都是她自作自受 母妃早该与她划清界限才是 慧妃闻言暴怒呵斥 不料林念之再次开口 我都听见了 上次去行宫的路上 妩媚遇刺就是你们谋划的 每每想到此事 我都无言面对妩媚 话音刚落 一声清脆的巴掌声便响起 你给我闭嘴 梅萍仪式后 林妃璐并不知道自己已经彻底上了 惠妃的黑名单 如今惠妃不仅限制女儿与小璐来往 更是命令宫女 若以后小璐有过来 不许再给她开门 而小璐这边 除了每日去太学上课 剩下的时间便与母妃和哥哥待在一起 好不惬意 最近经历了这么多遭心事 这也是她难得与家人一起享受童真的时光 萧兰之前中的风毒与风寒如今也痊愈了 此刻正满脸笑意给儿女编织玩偶了 当然 小璐还是时不时会督促林詹远的学习进步 这不玩着玩着就让哥哥被一遍久久惩罚表 为了激发哥哥的学习欲望 他还一脸严肃指着萧兰刚编织的草兔 扬言要是被捕完就全归自己了 果然 林詹远一听到草兔子 当即便演含泪花开始一一得一起来 与此同时 明月宫门外突然出现一道人影 陪同侍卫刚要开嗓残轩 不料人影却当即举手阻止了他 来人正是灵帝 今日他是特意过来看望小璐的 听到里面的背诵声 他便决定偷偷靠近看一看 轻声来到门前 映入眼帘的赫然是母子三人的温馨场面 萧兰含笑专心编织着玩偶 林詹远一边抹着眼泪一边背诵惩罚表 小璐则在一旁拍手鼓励 哥哥是最聪明的 你可以的 此情此景不禁让林帝有些蒙圈 不敢相信这就是自己的六皇子 他对自己这个儿子的印象 还停留在三岁显露吃傻的时候 可现在看来 虽然依旧有些迟钝 但也没想象中那么让人讨厌了 就在林帝暗中观察的同时 林詹远这边也越背越熟练 很快便到了九九八十一完整 背诵完了惩罚表 随即一脸兴奋地向妹妹炫耀起来 小璐也笑嘻嘻地摸了摸哥哥的脑袋 哥哥真棒 这些兔子都归你了 稳听此言 林詹远瞬间开心到起飞 张开双手在院中欢快小跑起来 可刚跑没两步 他就忽然注意到了躲在门外的林帝 瞬间又慌张跑回萧兰身边喊着有人 萧兰美目一转 也是被来人吓了一跳 反应过来后当即起身恭敬行礼 小璐则一点不拘束 脸上挂着甜笑一口一个父皇朝林帝跑去 林帝见到宝贝女儿瞬间融化 十分熟练地将其抱起 随即又含笑让萧兰起身 不过当看到躲在萧兰身后胆怯的林詹远时 她的笑容又戛然而止了 林詹远探出半个脑袋警惕望着林帝 一时尽不知该如何开口 直到看到妹妹的小动作她才稍微回神 只见小璐指着自己的嘴巴 做了个爹爹的口形 林詹远瞬间会议 鼓起勇气攻身开口 儿臣拜见父皇 林帝表面上虽没太大变化 但心中还是对这个傻儿子改观了不少 紧接着她又提起了萧兰前不久落水受惊的事 询问其身子可好些了 当听到萧兰的谢恩时 她嘴角尽不自觉泛起一谋笑容 要知道以前她不管赏赐再多东西 萧兰也从未对她温柔笑容 更别说一句真心实意的谢恩了 或许是当了母亲的缘故 总觉得她性子好像也鲜活了不少 此刻心情愉悦的林帝 终于是放下了心中负担 六年来第一次决定进入明月宫殿内做作 主殿内 林帝与萧兰对坐于客塔上 听闻这茶是萧兰自己做的 林帝也忍不住夸赞了几句 另一边兄妹二人则在交头接儿 林詹远一脸好奇盯着母妃 询问妹妹娘亲为什么对着那人笑 小璐含笑开口 因为娘亲喜欢爹爹啊 看到爹爹当然会笑了 林詹远立马焦急反驳 娘亲喜欢我和妹妹 小璐一副大人模样继续说交道 没有爹爹就没有我和哥哥 所以哥哥也要喜欢爹爹哦 一家四口整整齐齐才是最好的 这声响自然也落到了林帝耳中 回想一下 自己进入明月宫后 好像一直在有意避开这个傻儿子 现在看来 思绪落下 只见他朝着兄妹方向招了招手 老六 你过来 这个皇子是老六 从小吃傻的他甚至连自己的父皇都有不认识 还得靠妹妹提醒 当听到林帝喊自己老六后 他还一正言辞地反驳道 我不叫老六 我叫林詹远 这回答属实给林帝整乐了 好小子居然还记得自己名字 林詹远骄傲拍胸 那可不 我还会醒啊 林帝闻言瞬间来的兴趣 大手一挥当即令人取笔墨指宴来 片刻后 盯着手上的纸张林帝不免有些意外 这字迹虽难掩稳轻浮 但笔划流畅 字封已经出现端倪 这三个字 甚至比老四写得还好 脑海中吐槽了一番林景渊 林帝又接着问老六是否还会写其他字 林詹远沉默半想 低声回了个会 随即只见他再次提笔在纸张上挥舞起来 毕竟有小鹿天天叫道 如今他多少还是墨水的 可随着他笔滑落下 林帝却不禁微微皱眉 欲语一清 国家太平 天下一统 这些字也明显带有讨好意味 难道小五是故意这样叫他的 心中想着 林帝忽然低头看了眼有些心虚的小鹿 小五 为何教你哥哥写这八个字 只见小鹿略显慌张 结结巴巴的竟开始哽咽起来 林帝蹲下身子来到女儿面前 再次喊了小鹿一声 小鹿瞬间眼角躺泪 委屈抽气不知如何答复 林帝顿时心软 抬手一边替女儿擦拭泪水一边安慰其别哭 父皇 你不要讨厌哥哥好不好 他们都说哥哥是傻子 父皇最讨厌傻子 哥哥不傻的 哥哥会写字 父皇可不可以不要讨厌他 一语重地 听得林帝瞳孔放大 一时间无尽自责之意涌上心头 原来小五这样做只是不想正讨厌老六 他是怀着什么样的心情 教他哥哥写下这八个字的 而正方才都做了什么呀 林重玄那林重玄 你还是个人吗 怀着深深的愧疚 林帝刚准备轰轰女儿 就在这时 林瞻远又突然出现挡在了小鹿身前 不准欺负妹妹 看着两面带泪花的小可怜 林帝的心就好像被挣扎了一般 最终只能轻叹一声 伸手摸了摸尔女的头 好了 两个小裤包 萧兰见状也是赶忙俯身认错 称自己有事教导 林帝贴心将其扶起 不 你把两个孩子教得很好 转身将小鹿抱上侧塔 随即又抱着林瞻远掂量了两下 还挺沉的 画面一转 一家四口已坐在一起 小鹿再度恢复小棉袄姿态 挽着林帝胳膊 父皇不讨厌哥哥了吗 林帝故作稳重轻壳一声 正跟旁人不一样 自然不会 小鹿顿时雀跃白手 抱住林帝就是一个摸摸的 父皇是这个世上最好最好的人 一嘴巴给林帝亲的老脸通红 瞬间喜笑颜开抱起宝贝女们 小鹿不会是朕的贴心小棉袄 小鹿则皎洁结一笑 林瞻远今天的表现和刚才练子一事 应该已经把林帝对他的讨厌无限扩大成愧疚 他之前最介意自己有一个傻儿子 现在这个问题解决了 他对明月宫的借地想必也会跟着消失 萧兰覆宠 指日可待了 历经六年 林帝终于再次走进了明月宫 在小鹿的努力下 此番他不仅改观了对老六吃傻的印象 连带着对萧兰也愈发愧疚疼惜起来 整整一个下午 林帝都待在明月宫里 沉浸在这难得可贵的温情之中 直到吃了晚餐才离开 没过两日 他就翻了萧兰的牌子 萧兰覆宠的信号一出 明月宫在后宫的地位也跟着水掌船刀 与此同时 林飞鹿六岁的生辰也要到了 林帝下令按照国宴的标准大肆操办 众多皇亲国七阶收到了邀请 就连常年在宫外礼服的太后 也被林帝一封书信给请了回来 而后宫一众嫔妃以及皇子皇女 也都早早便在宫门外等候参拜 虽然不常在宫中见过 但大部分人对这位依旧是带着些许拘谨和惧怕的 太后平淡扫尸一拳 很快便在人群中发现了小鹿 与他人不同 小鹿似乎并不惧怕他 反而还一脸好奇地在观望 这个小姑娘 难道就是皇帝信中所说的小五 果然与众不同 随着林帝领太后走远 林景渊才终于忍不住长出一口气 皇祖母太可怕了 每次见到她我的心都跟要跳出来似的 不可胡说 皇祖母带我们极好 身为晚辈应当心存尽畏才是 听到聆听一本正经说大道理 林景渊当即拆台 皇兄你这就是害怕的委婉说法 承认你也害怕又不丢人哈哈 将两人对话尽收耳中的小鹿也不禁沉思 看来这位太后不是个能简单攻略的人物 得好好计划一番 画面一转 此时的太后正与惠妃对作闲聊 每次她一回来 惠妃总是最快过来请安的 因此她对惠妃也颇为喜爱 交谈间 她突然问起了惠妃对五公主是否有何看法 惠妃面色平静 五公主与念知向来交好 常常会往宫里来 还总给念知送些护手双香包之类的东西 念知收到礼物心中喜欢 便也送了几段金玉 两孩子倒是姐妹情深 这话表面没什么 可仔细一听问题就很大了 果然太后一听就想当然认为 小鹿是个喜欢占便宜的主 又是一轮交谈下来 在惠妃有意无意的暗示下 太后对小鹿的感官已经慢慢有些不行了 只不到一年时间 便从小透明一跃成为 让皇帝大肆操办国宴的心头好 没想到年纪小小 就有如此心机 察觉到太后的微表情变化 惠妃嘴角不禁露出一米笑容 眼见目的达成她也不打算久留 当即便起身告退 由于天气尚早 许久未回宫的太后 又起了到御花园逛逛的兴致 在五台山见惯了冷清景象 偶尔看看这人间富贵道 也让她有别样心境 行至中途 主仆忽然听到不远处 传来一阵孩童哭泣声 听着声音 似乎还是个小姑娘 走近一看 太后一眼便认出了 站在树后的林念志 而在她身前 则是正在哭鼻子的小鹿 只见小鹿一边抹着眼泪一边哭诉 姐姐好久都不理我了 跟你挥手也不理我 刚才看到我你害怕 眼瞅她越哭越来劲 林念志是又气又无奈 哎呀 你别哭了 林飞鹿 不准哭了 边说着边替小鹿擦拭起了眼泪 随即把将她拽起 还贴心地替她拍了拍身上赌字 黄姐姐 你不生小五的气了吗 我没有生你的气 我是生我自己的气 小鹿闻言一副听不懂的模样 眼角泪水打转 像是又要大哭的架势 看得林念志郁闷无比 好了好了 我先送你回去吧 你跟着我跑那么远 也不怕被坏人抓起来 小鹿瞬间灿烂 有黄姐姐在 才不怕了 看着姐妹两兮兮远去 老嬷嬷忽然开口表示 这道跟惠妃娘娘所说不大一样 太后同样有此感觉 五公主蒙太自然 对念志的亲密和依赖做不得假 两孩子的情绪都很真实 念志素来娇生惯有 若针对谁有几分真心 那必然是对方也交予了真心的 惠妃那番话 到底是她说着无心我听者有意 还是她对这位五公主有意见 小鹿的绿茶心机被发现了 那当然不可能 原本因为惠妃的友谊引导 太后对小鹿的感官已经有些不喜了 可经过小鹿假借挽回 林念志的一通神眼计后 她又不禁怀疑是否惠妃 才是那个有心之人 回宫第二天 一早小鹿就带上哥哥来给太后请安 在小鹿的提前教导下 林瞻远面对太后也显得十分谦逊懂事 倒是没有让太后因她是痴儿而心生厌语 此刻正巧是早善时间 于是太后便喊上兄妹俩和自己一起用善 与林瞻远的胆怯不同 小鹿面对这位皇祖母一点不害怕 甚至还一直眨巴着水灵大眼盯着对方 此举也令太后对这与众不同的孙女更为关注 便问起她是否吃过早餐了 小鹿嘴上乖巧答复吃过了 但大眼睛却是盯着桌上美食一个惊艳口水 憨态天真的模样倒是与林帝所说一致 太后见状便让贴身嬷嬷给兄妹两个乘一碗来 片刻后 将粥全部炫完的小鹿不禁打了个满足宝格 下一秒又急忙捂嘴 吐槽自己反应太过丢脸 太后面色平静 似乎并没有因为她的势力不喜 反而起身让兄妹两陪自己到御花园转转 如此难得机会小鹿自然是求之不得 拉着哥哥的小手就欢快跟随而去 林瞻远到底还是个志同心思 一到御花园便玩心大气与蝴蝶细细追逐起来 小鹿担心她惹皇祖母不喜刚想小声提醒 不料太后却表示无妨让她玩 游园途中太后又瞟到了小鹿怀中的凸起 便询问里面是装了什么 小鹿演技在线害羞掏出怀中之物 这是送给皇祖母的见面礼 是我和母妃一起做的佛丸 放在香炉里可烧出香味 有安神静心之效 太后接过锦盒 昨日才听慧妃说小五爱送东西 没想到我也有 想着她又将锦盒递到鼻尖绣了绣 果然有淡淡的清香 小鹿摆出一副期待小表情 皇祖母你喜欢吗 太后喜怒不表 反问你喜欢做这些吗 小鹿甜笑答复 自己手工做的东西才有满足感呀 说罢又摆弄着手指头一一念叨起来 我还做过护手霜 锦囊 刚花书签 小恼虎 听到最后一屋太后有些蒙圈 小恼虎是什么 是我和母妃一起用小草边的恼虎 得知答案的太后嘴角终于是露出一猛笑意 早便听说萧兰手巧 原来这小丫头是受了她娘亲的影响 其实宫中哪里会缺什么呢 倒是这些亲手做的东西 反而显得珍贵 将锦盒地点摸摸 太后接着开口道 这见面李哀家很喜欢 小鹿顺势而为一把握住太后的手 皇祖母 我还会用花瓣做护手霜 到时候也给你做一盒 如此自然又略显胆大的行为 让太后有些恍惚 其余皇子皇女都很怕我 说句话都畏畏缩缩 更别说拉手了 她是当真不怕我 还是有别的目的 注意到太后皱起的眉头 小鹿顿时一惊 慌忙抽回小手 结结巴巴地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来 不料太后见状却主动拉住了她的手 那改天你做好了给哀家送来一盒吧 小鹿方才的反应彻底打消了她的顾虑 这才是小孩该有的真实单纯模样 小鹿面容灿烂 太后毕竟是上一届宫斗冠军 又岂是简单之辈 跟她耍心机等于找死 还不如老老实实当个小孩讨她欢心 现在看来 效果确实不错嘛 越难抱得大腿越要抱紧 面对太后这个上一届宫斗冠军 小鹿深知在和她玩绿茶那套肯定是行不通了 于是干脆展露了小孩该有的天真那样 没想见还真的将威严无比的皇祖母打动 接下来的时间 她也打算继续以孩童姿态玩耍一番博好感 此时兮兮已久的林詹远突然小跑而来 一脸兴奋说有礼物要送给小鹿 只见她双手张开 下一秒数只蝴蝶便从其掌心飞舞而出 不如其来的小惊喜不禁令小鹿发出惊叹 尽管活了两辈子 但谁还没有磕哨女心呢 见兄妹俩谈笑兮兮好不快乐 太后的嘴角也不禁微微上扬 脑海中再度回想起方才小鹿那满眼期待的童真模样 随即立马变了 公身假装严肃开口 小六 哀家的礼物呢 盯着林詹远那紧张到有些发抖的窘态 白白静静地道和皇帝小时候有几分想 你妹妹都送了礼物 哀家的你没有准备吗 听到皇祖母再度发问 林詹远一时有些不知所措 下一秒她脑海中忽然想到了什么 随即便低头在怀里抠嗦翻找起来 紧接着双手高高捧起 送给奶奶 空空如也的手掌看得太后有些猛圈 不禁反问这是什么 林詹远小脸为红双眼笑作月牙 是心呀 出乎意料的回答不仅让太后呆住 连小鹿也惊得流出了冷汗 好小子过家家的游戏都敢直接拿来忽悠大同 不料太后却是忽然扑斥一声 随即静仰天大笑起来 小鹿趁机赶忙对着哥哥小声嘀咕 而林詹远则像个副毒机一样 还在喊着是心呀是心呀 听了太后眼泪都笑了出来 稍稍平复后 林詹远双眼不住争大 竟一把搂住了老人伯格 喜欢奶奶 感受到这真心实意的温暖 太后眼角再度泛起泪花 这还是她第一次与孙儿被如此亲近的 小鹿吃傻 她说喜欢就肯定是真喜欢 且不说她 就连一直伺候的嬷嬷 都被这一幕感动到不自觉抹眼泪 此时的太后看兄妹两时越看越喜欢 孙孙们都给哀家见面了 那哀家也该回礼才是 说罢便将手腕上的玉镯取了下来 一人一只地给了小鹿二人 兄妹两也十分懂事 当即乖巧答谢 小鹿小心将玉镯子收到怀中 林詹远则有样学样照做了去 小六 平时闲来无事可以多来一亲宫 陪哀家说说话 天真的林詹远只以为老人家是想让自己多来陪她玩 想也没想便答应了下来 看着眼前这温馨场面 小鹿别提有多开心了 原本只打算带哥哥来混个脸熟的 没想到太后居然这么喜欢她 之后再多来刷刷脸 这条大腿不就彻底抱稳了 天色不知不觉见晚 考虑到萧兰那边会担心 太后便喊来宫女先带兄妹两回明月宫了 待小鹿二人走远 嬷嬷忽然开口 这一趟回宫 娘娘想必能多待些时间了 可惜六皇子生得如此俊俏可爱 若是当年兰贵人没有早产 太后文言面色瞬间阴沉 注意到主子表情变化嬷嬷也赶忙无嘴认错 不过听她这一说 太后倒是想起了什么 非凭早产或者难产其实也不少 但像萧兰这样导致孩子吃傻的 大陵历朝以来还是头一力 当年萧兰圣宠在身又有身孕 无被人记恨暗算都不正常了 心中了然 太后当即让嬷嬷去一趟太医院 看看能否查出些端倪 哀家的乖孙若是天生吃傻便也算了 可如果是有人暗算人为所致 那无论如何 哀家也要查个水落石出的 什么叫几万千宠爱于一身 如今的小鹿可谓是宫中实至名归的团宠 这不 仅仅是一个生日宴 灵帝都给他按照国宴标准来置办 此时金丽辉煌的宫殿内早已坐无虚席 而我们的主角小鹿 则坐在灵帝身旁的片位上等着收礼 只听大内总管拿着一份名单高声宣读 四皇子送九层流光走马灯一展 刘金墨一块 大皇子送蓝眼波丝猫一指 太子殿下送凤凰木古琴一把 世子殿下送金丝南木工一把 伴随着名单的宣读 几位哥哥也组团出现在了小鹿身前 一张张英俊俏脸上挂满笑容 祝福的话语络绎绎绝 只看小鹿笑的眼睛都弯成了月牙 一番寒暄后终于是送走了男团F4 下一秒又一道声音引起了小鹿的注意 萧家送五公主金锁一副 玉琢一对 回头望去 正是自己名义上的外祖母外赌付来了 可听着妇人的满口蜜语 小鹿却一点开心不起来 甚至还有些恶心 自从萧兰生下车后 这萧家就跟她断了往来 书信都不曾记过一封 现在知道自己母女重新祸宠 立马就劈颠来判亲戚 心中盘算着 小鹿当即抽回了对方即将握住自己的手 双目冰冷地注视前方 这态度直接给两势力眼整不讳了 背着脸正想发作 可以看到边上皱眉望来的灵笔 两人瞬间又邪火了 焦头接而赶忙开溜 小鹿面无表情望着他们离去的方向 萧家这次吃了闭门羹 估计还是会继续怀柔政策 等再吃几次亏可能才会采取煽动舆论的方法 在这之前 必须先让他们尝尝萧兰这些年被受冷落的滋味 生日宴结束后 这次真真是发达了 以后就算在皇宫混不下去 带着这些家当出去也能一辈子不愁吃穿 正当他沉浸幻想时松雨忽然开口 其实他也给小鹿准备了一份礼物 只是之前一直忙没机会拿出来 这水珠子是他跟宫里的姑姑买的 到手后他还特意放在佛堂里供奉了七七四十九天 日日念经祈祷 希望能保佑公主平安长大 如意健康 将手链带到手上 小鹿心中还是十分感动的 这礼物虽不如各宫送来的翡翠珠玉 但其中心意却胜过了一切 想着他立马一个飞扑抱住松雨 谢谢松雨 你对我真好 主仆情深可见一斑 下一秒小鹿忽然神情迷智 说起来 松雨都给我送了礼物 怎么没看到小漂亮的呢 他连我宫中的奸细都知道 想来肯定知晓最近各宫都在议论的生日宴吧 虽然我一开始只花吃他的美色 但这么久以来我也是真心实意把他当朋友了 随着一声叹息落下 窗外突然传来了一道狮子敲击的声响 小鹿闻声瞬间雀跃起来 推开窗入眼便是身穿夜行服的宋金兰 只见他缓缓从屋檐落下 聚脸上挂着一抹温柔笑意盯着自己 小鹿无嘴扑斥一笑 殿下总是半夜敲窗的举动 让我想起了罗密欧与朱丽叶 小漂亮文言一脸猛逼 小鹿也连忙无嘴 呸呸呸 这个比喻有点不吉利 一番自言自语后 他立马恢复笑脸伸手 我的礼物呢 公主怎么知晓我是来送礼物的 小鹿摆出一副俏皮模样 那不然你是来干嘛的 难道我宫里又出奸戏了吗 宋金兰嘴角微微上扬 随即从怀中掏出一个小木雕 公主 生辰快乐 小鹿怀揣着木雕仔细观摩了一番 这雕的不是我吗 脸头上两个小啾啾都栩栩如生的 见其愣神不语 宋金兰不禁反问一嘴 不喜欢吗 小鹿回过神拍了拍他肩膀 对自己手艺自信点 这木雕雕成了我的样子 那他就是无价之宝 我要把他当作传家宝 子子孙孙地传下去 宋金兰冷不凌丁开口 木头是会朽的 那殿下以后有钱了 给我雕个玉制的呗 那样就可以放很久了 好 太后灵帝亲自监察萧兰早产娘 是否能够顺利揪出幕后黑手 小鹿生辰一过 气温骤然回升 各宫都在为即将到来的 炎炎夏日做准备 太后也早早令人备好了一阴雾品 并时常将小鹿兄妹 邀来一亲宫陪自己 望着院中嬉戏的两歪孙 太后是越看越醒 甚至都有点不想回五台山了 就在这时一声 陛下驾到传入耳中 小鹿闻生当即便拉着哥哥 上前给父皇行了的大礼 画面一转 太后拉着宝贝孙子林帝 牵着宝贝女 祖孙三代罕见温馨同框 太后知晓林帝突然来访定 是有事找自己 便先让嬷嬷将兄妹 两代进店里喝些酥茶 原来林帝听说了 她最近频繁召见御医的事 担心她是否是身体不适 面对儿子太后也不隐瞒 如实将自己在调查 萧兰早产的事情说了出来 这次回宫见到老六 哀家甚是喜欢 时常想着 当年若是萧兰平安生产 原也该是个聪明优秀的皇帝 哀家记得 皇帝那时候是很宠爱萧兰的吧 她怀孕时你可有好生照看 我观小五生的如此健康聪慧 没道理投一胎却早产受损 闻听此言林帝顿时皱眉 她当年因为萧兰生下车太过生气 可没心思去想这些 随即太后又将这段日子传到太医所得说了出来 太医们都表示萧兰当年怀孕时不见一样 孕体也很健康 所以这件事还得严查 谋害皇嗣可是大罪 林帝面色阴沉 如若萧兰真是被人加害 那她这些年的冷落岂不是被人戏耍了 母后放心 此事既然有蹊跷 儿臣必定会追查到底 回到养心殿后 林帝立马开始着手调查此时 将内务府和太医院相关人员都叫到跟前细细询问 动静到的极大 皇帝在追查兰贵人早产真相的消息很快便传到了后宫 贵妃收到禀报后瞬间不淡定 虽然这件事过去了这么多年 下要操作那些也都是梅萍下的事 但是 那导致她是吃傻的药是她找来的呀 一想到梅萍如今疯癫的性格 若陛下真调查到她头上 她必然会把自己也咬出来 想到这 贵妃当即便下令传话宫外 把当年参与寻要的相关人等全部控制起来 随即又富尔对宫允下了另一条命令 临走前还嘱咐此事切记要做的利索 万不可留下痕迹 午夜迎双殿内 梅萍此刻早已入睡 忽然一只握着白铃的黑手出现 瞬间将梅萍裹梗死死缠绕 感受到自己即将隔屁 梅萍急忙将手伸入枕下一阵摸索 下一秒便从中掏出一柄剪刀刺入贼人手臂 一击刺痛 贼人顿时松开了手中灵条 抓住机会梅萍高呼救命 有刺客 仅剩的宫女纹生立马开门冲入屋内 见到主子有危险 果断上前抱住刺客大腿为梅萍争取时间 梅萍趁机火速开溜 是惠妃 一定是惠妃派来的 如今这整个皇宫之中 唯一能保我性命的只有明月宫 只有他们在意当年的真相 惠妃 不然 就别怪我不义 心中想着他果断朝明月宫方向跑去 听到敲门声 小丝睡眼惺忪打开门 随即只见一道身影飞速窜入 口中还喊着五公主救命 萧兰被声响惊起来到院中 见到来人不由一惊 只见梅萍略至身前一把握住她的手 妹妹救我 惠妃要杀我 是我对不起你 我还不想死 萧兰虽听了五迷三道的 但还是让她先进屋内再说 小鹿与松宇侧头观望 去请父皇过来 再把梅萍被刺考到明月宫的消息放出去 务必要让惠妃听到 哼哼 一只狗妃有什么意思 当然要狗咬狗才好玩呀 有大腿就是好 自从太后着手调查萧兰早查案不久 灵帝也紧随气候展开了调查 而得知消息的惠妃未求自保 竟派了刺客想将梅萍赶尽杀绝 不料却被梅萍奖性逃脱 还逃向明月宫 欲要自报身份与惠妃于此往后 就在她进入明月宫 不久灵帝便也闻风赶到 惊魂未定的梅萍像是见到了救命稻草 一把扑向灵帝边哭边喊 妾身自知罪孽深重 但不愿陛下被奸人蒙蔽 疯癫模样看的灵帝是一脸嫌弃 转头看向淡定如常的萧兰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果然这才是真的爱慰 小鹿小跑窜到灵帝怀中 稍显慌张开口 父皇 梅萍娘娘说有人要杀她 是真的吗 灵帝先是安抚了宝贝女儿一番 随即神情严肃转向梅萍 一且将事情从头说来 梅萍双目含泪正要开口 不料说曹操曹操到 一声贵妃娘娘驾到忽然传入屋内 灵帝嘴角未翘带着些许冷意 来得倒快 正好一起说吧 画面一转贵妃已跪于梅萍侧身 在她那愿赌眼神的注视下 仍旧保持淡然 明知顾问一或灵帝 唤她前来是有何事 灵帝冷漠开口 看到梅萍在这里 你竟不觉得惊讶吗 贵妃闻言终于有些惊慌起来 不过还是装傻充愣假装不知 于是灵帝便让梅萍继续开口 梅萍斜眼看着贵妃 将今夜遇刺的详情尽数说了一遍 语气虽平静 但还是听得萧兰不惊无嘴 灵帝的眉头也紧皱起来 说吧梅萍忽然手指灰飞 立声表示那黑衣人就是她派来的 目的就是要杀人灭口 灰飞表现得异常惊讶 反驳说这是血口喷人 我与你平日无冤无仇姐妹相待 你为何要平白嫁祸于我 灵帝也不想听他们狗咬狗 直接让梅萍说出 灰飞要杀她的缘由 梅萍将目光望向萧兰 眼角再度犯泪 这件事还要从八年前说起 那年我和萧兰同时入宫 萧兰性情温婉 财貌双全 很快便得了陛下的喜爱 没过多久就传出了有孕的消息 我心中极度非常 明明我和她相比并不差什么 凭什么陛下只对她青睐有加 这时卉妃找到了我 她说可以帮我取代萧兰 得到陛下宠爱 她给了我一包能导致胎儿吃傻的药 让我给萧兰服下从而生出池 这样自然会遭陛下冷落 于是我假意和萧兰交好 在她对我毫无防备的情况下 顺利让她喝下了此药 然后她果然早产生下了一个吃傻荒 哪有什么生母不想惹了神怒 不过是我与贵妃争宠导致的一场阴谋 听着她的叙述 身旁的贵妃早已满头冷汗 这时哗啦一声陶瓷碎裂声响起 林帝怒发充端手指前方 你们这两个毒妇 贵妃闻声慌张扑附于帝 依旧在调遍自己一概不知 求陛下做主 与此同时抓捕刺客的侍卫也有了结果 只是找到刺客时她已经没了气息 尸体在一口哭井内 经查明示宫中的一名巡逻卫兵 贵妃忐忑的同事不禁暗自松了口气 庆幸自己提前料理好了此事 如今死无对证 就算没凭再咬着不放 陛下也不能拿我怎么样 然而她那点小伎俩怎么逃得过林帝的法眼 一点不惊讶反倒松了口气的模样 真当正是瞎子了 这些年她在宫中安分手几步争不巧 连母后都夸她宽人 没想到居然是一个如此心机又歹足的女 来人 传阵旨意 梅萍夺去魏愤打入冷宫 贵妃降为平为禁足半年 即刻搬出姚华公主殿 听着林帝那冰冷声音 贵妃如遭雷击满脸不可置信 随即身位俱下的朝林帝哀求起来 可这明显是多余之举 小路皱眉望着这个毒害母妃的女人 心中仍旧不满她得到的惩罚 林帝转头望向萧兰 眼神忽然温柔 这些年辛苦你了 萧兰也没趁机大肃委屈 既然真相已查明 这便足够了 一月一早 昨夜发生的事便开始在后宫中疯传 宫里闹得天翻地覆 而源头所在的明月宫倒是一派喜气洋洋 此刻传指太监正在高声宣读圣旨 萧兰一月四位授封萧品 如今四妃止于两位 后宫局势已经彻底变天 萧兰虽没一步登天或风飞位 但或许已成了众矢之地 小鹿手撑下巴微微一笑 反正都走到这个地步 不争也得争 那还不如争个大的 越南抱得大腿越要抱紧 有了太后和林帝两位大靠山 小鹿终于扳倒了梅萍与会妃这两大反派 而林帝虽下只夺了会妃的飞位 却并没有迁怒于林念之 依旧让她留在了姚华宫 林念之得知林瞻远吃傻劲跟母妃有关 一气之下急火攻心晕了过去 醒来后也是精神威靡 一直卧床不起 几日后 姚华宫门口出现了一位探头探脑的小生意 来人正是小鹿 这几日林念之一直没去太学上课 小鹿本想借着送香包的名义来探望下她的 可以想到自己害她母妃至此 她这段时间估计也不想看见自己 于是便叹息一声默默转头了 就在这时一道熟悉的声音传入耳中 只见林念之竟已出现于院中 小鹿手捏香包满脸局促 一时间不知如何开口 望着她那紧张的小表情 林念之也有些好气又好笑 想想母妃落得如今下场 也是梅嫔的临死反扑所致 其实她并没因此迁怒小鹿 反而觉得该愧疚的人是自己太多 心中想着她缓缓夺不向小鹿靠近 询问她来做什么 小鹿语气稍显慌张 听说黄姐姐生病了 这是我找太医做的中药香包 对 对治病有好处 上次那个香包不知道黄姐姐用了有没有效果 这次太医加重了药量 味道可能会重一些 林念之看着小鹿手上的香包一时余色 之前她是有听宫女说过 小鹿在她禁足期间来探望过一次 只是当时母妃与她生病为由打发了 想来送的香包也被母妃给扔了 思绪回归她当即伸手接过香包 并表示自己用得很有效果 小鹿闻言瞬间雀运 刚想继续说些什么 可以看到林念之那依旧沉着的脸 她当场又泄气了 只能颓丧地呕了一声 林念之缓缓将香包收入袖中 便借口太阳太大让小鹿先行回去 看着小鹿那慢腾腾离去的背影 她的嘴角却是微微翘起 我倒要看看你到底走不走 论欲情故纵小鹿可比她会太多了 你要演我就赔你演呗 只见她刚走没几步便含泪回头 王姐姐 我以后还可以喜欢你吗 林念之显然没料到她会这么问 瞬间又当机了 回过神后立马傲娇贴过脑袋 你想喜欢谁就喜欢谁 我又不会勉强你不让你喜欢 小鹿趁机上前轻扯她的衣角 语气哽咽继续开口道 那 那你还会喜欢我吗 林念之文言终于袒露出心中顾虑 我母妃对你母妃和哥哥做了那些坏事 你不恨我吗 小鹿不假思索回答 我以前在书上看过一句话 罪不及父母 或不及妻儿 我觉得很有道理 黄姐姐你说对吗 这番话成功点醒了林念之 小五还这么小都知道恩怨分明 反观我才是加害者那一方 却还在钻什么牛角尖呢 想明白她也彻底放下了顾虑 伸手牵住小鹿 拉着她便往屋内走去 天气这么热 去我宫里喝碗酸梅汤再回去吧 表情和语气虽依旧未变 但小鹿已经可以感觉到她心境的变化 只要她不针对我 这姐妹就还有得做 好在她虽然性格刁难 但心肠不坏 是非分明 我现在是真的有点喜欢这个漂亮明艳的小姐姐了 时间一晃入了下 因为天气太热担心学怎么中暑 太学的课程便也提前了一个时辰 可这小小的改动却是苦了小鹿 没想到穿越到古代 还要上早自习 最近由于林宋两国正处于摩擦期 小漂亮为了降低存在感都不怎么来太学上课了 导致小鹿现在对课堂提不起一点兴趣 而就在这时 一只黑手却忽然出现抓住了她的小舅舅 只见西行将不知何时进搬到了小鹿边上 此时正一脸坏笑吐槽 她怎么和自己这些坏学生一样上课睡觉 小鹿本就郁闷 被她这一番心情更差了 直接扭过头将身子挪了挪 谁知这顽固不知好歹 竟还不肯放弃拿着笔又对着小鹿一顿挪错 小鹿忍无可忍彻底爆发 你信不信我告诉西贵妃娘娘 世子殿下一点不慌 反而还调侃她是不是还要让姑姑打自己一顿 小鹿小手一抬 我告诉娘娘你很喜欢我的小啾啾 但她也给你扎两个 此话一出 顽固世子直接败北 立马缩回身子老实的一批 没了她的骚扰小鹿瞬间清静 哼哼小样 有西贵妃护身 还怕治不了你 小鹿又被顽固世子欺负了 不过一物降一物 在她搬出西贵妃这座靠山后 西行将立马就粘了 之后的课堂时间也在眉敢坐腰 而小鹿也终于美美地睡了一觉 直到临近下课时才睡醒 又将太傅奖的内容看了两遍 很快 放学的铜龙就敲下 刚回到明月宫 小鹿就迫不及待让松雨去 取早上坐洞的冰棍 重生这么久 再次看到冰棍摆在眼前 她还是忍不住啊呜了一声 这是她根据上辈子的记忆亲自制作的 把玫瑰花瓣和牛奶混合 倒进竹筒里 啊呜一口 那熟悉的口感令她有些飘飘欲鲜 简直不要太美 享受的小表情看得松雨都有些好奇 这玩意真有这么好吃吗 当然 小鹿也没忘记羽露均沾 让松雨留下两根 剩下的就多给工人们分了吃 而这剩下的两根 自然是给许久未见的小漂亮准备的 片刻后脆出居门外 看着这高高的院墙 她突然有些跃跃欲试 跟着西柜飞练了这么久 想必上墙的本事应该还是有的 不如就直接飞进去 给小漂亮一个惊喜吧 想着她也不含糊 当即退后几步做起了冲刺准备 深呼一口气目光坚定直视高强 飞机猛然迈不哒哒哒的一通小跑 到合适的距离后脚尖轻轻一点 搜了一下小身感竟真的飞跃起来 不过不出意外的话意外马上发生 就在右脚刚踏上墙头时却突然打滑了 只听一声惨叫整个身子便开始急速下降 屋内的宋金兰也被这声响引了出来 看清情况后她不由有些猛圈 只见此时的小鹿正用双臂死死撑着墙头 表情十分吃力努力保持着身形 呜呜 殿下我快掉下去了 快帮帮我啊 话音刚落小漂亮便已跃至身前 随即一个公主抱轻松将小鹿抱至地面 那一瞬间小鹿又放花痴了 毕竟哪个女孩能拒绝这种场面 听到小漂亮问自己为何会在墙头 小鹿这才回过神 哈哈一笑表示自己是想试试最近习武成果 而后立马举起快要融化的冰棍转移话题 让小漂亮快点尝尝 眼下正值六月酷暑 与心意之人同坐门槛吸溜冰棍也算是一种享受吧 冰棍的冰凉感和奶油花香小漂亮也很是喜欢 品尝后也没望向小鹿感谢一番 说着他还贴心替小鹿擦拭了下嘴角冰渣 小鹿先是一愣 随即便满脸灿烂表示明天会再送谢过来 没有冰棍的夏天可是不完整的 宋金兰嘴角微翘 那公主明日是走正门还是继续翻墙 小鹿身板猛的坐直解释道 并非我学艺不经 主要是殿下制的强太华了 宋金兰也不继续接老底 表示改天便让天东把墙上的青台清理掉 随即小鹿又忍不住询问他这青宫是哪里学的 还怪厉害的嘞 小漂亮并不避讳 说是跟随一位书学的 小鹿左右张望 疑惑小漂亮入宫这么多年 不是连皇宫都没出去过吗 便继续问他人在哪呢 宋金兰闭目抬头 在你看不见的地方 对于他跟自己打雅谜 小鹿已经习惯了 毕竟身在敌国有点秘密也正常 师叔应该也很厉害吧 能不能教教我 有什么办法可以更快更轻松地飞高高吗 对此宋金兰只能表示练武没有捷径可走 虚东练三九下练三伏一步一步来 小鹿闻言不禁有些失落 但依旧没放弃让小漂亮再想想办法 宋金兰故作沉思开口 其实也不是真没办法 公主若是实在想飞 我可以带飞啊 上集说到 小鹿带着冰棍来到翠竹居 很想在小漂亮面前绣一波轻弓 可没想到打脸来得如此之快 好在一番话题转移下来 宋金兰终于不再纠结翻墙这茬事了 不过他随即的一句我可以带飞 却再度让小鹿吃饼 毕竟带飞这个词在他看来可不心这么形容 意识到了小鹿的表情变化 宋金兰当即扑斥一笑 表示自己是开玩笑的 说着拍了拍小鹿脑盒 让他先跟着西贵妃好好练习基本功 到时候他自然会传授轻弓独门技巧 就在这时 外出的天东正小回来 原来他是替宋金兰去内务府求取墨块 只是好说敢说 他们也才给了几块残墨 望着天东手中的碎渣子 宋金兰却是安慰说能用就行 显然已经习惯了内务府对自己的冷落态度 可小鹿就没这么好说话了 知晓详情后他瞬间变脸 那群不长眼的怎么可以这样 之前内务府就克扣过小漂亮的英态 现在竟然连区区墨块都不给 我的小漂亮怎么能被这么气愤 见小鹿一副气呼呼的样子 宋金兰则是笑着劝解道 无碍的 这些也够用 只不过这笑容在小鹿眼中属实 有点苦中作乐的感觉 下一秒他突然灵光一闪 殿下 你以后不要找内务府药了 我找我四哥要去 担心宋金兰会有所顾虑 他便再次打包票道 你放心吧 他肯定巴不得感谢你 说罢也不再过多解释 借口下午还要去找西贵妃采妆子 挥了挥手转身就准备告别 并约定明日再来一起吃冰棍 半个时辰后 翠竹鞠大门再次被敲响 天东刚开门 就见一宫人一边左部右派 一边将一大包东 吸塞入自己怀中 这是四殿下让我送来的 还让我替他跟你们殿下说声谢谢 说完也不等天东开口 当即就把腿开溜了 天东一脸猛逼打开布袋 里面装着的赫然是一套上等笔墨纸燕 见到东西他瞬间就想到了方才小鹿的话 自从咱殿下认识了五公主 好东西就没断过 时间一晃又是数日 眼下天气也越来越独辣 林帝便跟往年一样 颁布了个宫非平随行行宫避暑的址地 这一次的名单上 明月宫不仅有萧兰和小鹿的名字 连林詹元也一并上网了 老六也没什么复杂想法 知道要去王后当场开心到起飞 小鹿同样很开心 想想哥哥长这么大 好像去过最远的地方就是太后的宜亲宫了 这次难得有机会 必须带他好好耍耍 旨意下达后 各宫都开始紧锣密布准备起来 林溪宫内 阮贵妃对这次避暑之行更是十分看重 往年的行宫之行 都会举办下授让众皇子展露风采 去年太子博得头筹获林帝遇刺进攻 今年他想让林婷去争一争 务必赢过太子 而向来乖乖孩的林婷自然只能服从印象 为了让儿子这次能大放光彩 阮贵妃还暗地布置了内线 将一只老虎提前送去了避暑行宫的山林中 并吩咐手下 将这段时间心得的太子就一物陆续给老虎送去 一定要让他熟悉太子的气味 分数完一切后 他脸上不禁露出一抹音效 太子殿下 希望你吉恩自有天象吧 画面一转 小鹿与哥哥已经在避暑行宫山林间吸血了 忽然不远处的叫声引起了老六的注意 走近一看竟是两只落于地面的雏鸟 老六伸手一指 妹妹 鸟鸟掉了 邦邦 小鹿抬头望着这姑母有十数米的大树 这飞上去难度怕是有点大呀 不过既然哥哥都开口了 那必须膨胀一波 随即只见他握着两只雏鸟身形不断后退 猛的一个起跳 羞的一声进直朝树干跃去 这次意外的没有出现意外 小身板稳稳落到了树干上 听着哥哥的夸赞 脸上自得之色不一眼表 可当他准备下树时却犯了难 不看还好 一看当场头晕目眩 这么高我该怎么下去啊 巨大的心理负担让他彻底泄气 抱着树干也顾不得在哥哥面前丢脸了 就在这时一道调侃声传入耳中 哟 小豆钉推的还挺高 这下下不来了吧